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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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一圈圈的破烂 全都被你掀开干干不完 错过太阳抚衍那个时段 还有什么继续的喜欢 我还以为你是天使 守护我的天使 看尽我所有的样子 直到现实都被冲斥 你理智的样子 你终于偷遇了现实 你干吗呀 我看着你啊 我怕你醒了又偷偷跑掉 或者是你身体哪儿又不舒服 又离开 所以你就像一只小狗狗一样 一直守着吗 嗯 其实我昨天晚上 我真的害怕紫棋 又做出什么消极的举动 嗯 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 你就跟我说 没有哎 一点都没有 我一点都没有不舒服 也没有惊慌 嗯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感觉的话 就是该使用 一点点小紧张 但是我就很想跟你接触 想一直跟你抱着 也许你就是可以把我治好的药 你说如果我们能早点认识 该多好啊 对 如果我们早点认识 该多好啊 不不现在也不晚啊 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去了解对方 嗯 不对啊 嗯 您已经知道我很多小秘密了 你有什么小秘密啊 我没有秘密 啊 跟我说说 快点儿 你有什么秘密 没有秘密 你有什么秘密 你肯定有秘密 我没有秘密 嗯 我还以为你们真的都忘了呢 你怎么这么八卦 他说他上午开会 等他开完会他就 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 先走了 稍候 可能出事了 走 走 才在一起一天前女友就登场了 幸好我刚刚碰到快递 说是给办下的 上面没有任何几件信息 前段时间不是因为舆论事故吗 还好我也拦了下来 没想到还真是 这就是故意在挑事啊 你是说魏高雅 对啊 还能有谁啊 不过说真的 这事总瞒着也不是办法 你现在到底怎么想 这件事情 误会我们一定得解释清楚 当年害死我哥哥的人 也一定得找到 这所有的一切 可能必须得由我先跟办下 解释清楚才行 如果他是从别人口里先知道的话 我就不信了 能逃过大数据搜索 不信了 阿衡的哥哥 快 把昨天的细节都详细汇报一下 我还没说你呢 怎么跟江少汉一起瞒我啊 该做的都做啦 谈恋爱真好 我也想谈恋爱 没劲 真是没劲透了 确实没劲 你说说 江少汉没有恋爱经验 苏半夏有心理意义 可是这两个人谈恋爱 怎么谈得比我来劲多了呢 他俩有缘 我说 像我们这种完全掌握恋爱套路的人 会不会反而 全是技巧 没有感情 对呀 什么三招保持新鲜感 什么四个阶段正确拉扯 你说这不是 所以嘛 我难怪总赢不了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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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什么不敢的 那我们就来一场 七日恋爱游戏 谈一场不含套路的恋爱 就 怎么制不怎么来 敢不敢 有点意思 是 所以按照这种不含套路的恋爱 接下来我们应该干点什么呢 你平时不是在翻写小说 看那么多小说吗 现在该拍上用场了 我这不是输到用时方恨少吗 是啊 我们干点什么呢 你这做饭的手艺跟谁学的 我自己学的呗 在国外的时候 我一个人就尝试着 自己做一点吃的 毕竟国内国外的口味 不一样嘛 所以说在国外一个口味 回国口味就变了呗 话里有话呀 我可没有这意思 你 江少恒 到底有没有 我只是想知道 你到底喜欢什么口味嘛 你猜我喜欢哪样的 我怎么知道 这样呢 还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别闹了 你少蒙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背着我干了什么好事 起来 坐好 说说吧 今天在咖啡馆见了谁 什么咖啡馆啊 就那长头发呀 然后腰这么细 脸这么小 腿那么长的那个大美女 有这样的人吗 你是说胃告歉吗 胃告歉 你后妈 对啊 她找你干吗 这还用猜吗 她来找我肯定是打听我老爸的事呗 她们兄弟俩 一直就着急那个继承权呢 等一下 你一定要答应我 离他们一定要远远的 嗯 为高阳能干出那么恶心的事 我特别怕那算盘打到你的身上 之后你去哪儿 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他们说的话 你别相信 好不好 我知道啦 我来看老师 你不是想要折磨吗 我想要折磨吗 我不是想折磨了 你不是想折磨了 你不是想折磨了 我这里还要折磨了 你要折磨了 快点啊 你不是想折磨了 你不是想折磨了 我是想折磨了 你不是想折磨了 我去折磨了 就想要折磨了 好 你不是想折磨了 所以我那男生 см不折磨了 我又跳了 怎么啦 没事 里边是烧了吗 无了呗 那我一会儿 再给你做一过 嗯 Kra唱 走 回到你的生意 把你的收听 开火 的关注 走 走 走 跑 走 轻轻 Zither Harp 才有了小星星在飞行 我闭上眼里反而更清晰 我正好睁开了眼睛 在我的眼里 你找到了你 还有些学潮湿 融化一星室 他们不叫这小小米 就像不平 透露着秘密 此刻我心底一口灰烬 在我的眼里 都不叫我 有小星星在飞行 我心底一口灰烬 我心底一口灰烬 不叫我